经过了三年的恢复之后 日本福岛县的渔民 这个星期又开始重新捞捕暴雨 希望能够重建世界第一暴雨国的日本的美誉 的确在经过三一地震所带来的海洋辐射污染之后 日本的水产养殖包括了暴雨在内的民生大受影响 特别过去鲍鱼80%都输往中国大陆市场 如今大家似乎一时间不敢再吃日本的鲍鱼 但想吃的人还是很多 来源从而来就开始造就了南非的野生鲍鱼的走私黑市市场 上个星期香港警方连续侦破了好几次 从南非走私过来的这种鲍鱼的黑货 南非究竟怎么样 其实南非80%的鲍鱼也是养殖的 但是野生鲍鱼由于它的海岸线长达了2000公里 因此就给黑道有了机会 他们雇用当地的渔民以高额的代价 叫他们下海进行捕捞这些野生的鲍鱼 黑道甚至有设置自己的地下工厂 然后整个的输运管道一路都由他们操控 最后就进到了亚洲 特别是中国邻近地区的这些市场 黑货鲍鱼到目前已经成为了很多国家海关的一个头痛的难题 当然未来日本的市场能不能够恢复 他们的名气能不能够再建立起来 而至于在南非能不能够恶阻黑道 在整个走私水产品上面的嚣张情况 恐怕都有待观察 无论是傻稀密 苏西还是应景的鲍鱼粽 具有资鹰补盛 清干明目的鲍鱼 都让老涛只喊 不离稀 完成 然而全球公认第一个日本鲍鱼 尤其包括严手 青森县所产的三大鲍鱼 在历经三一重创以及核辐射危机后 第一鲍鱼国的地位积极可危 面对全球每年两位数成长 2012年更将近十万公顿的需求 以及重振日本第一的美名 时隔三年 20号福岛县的补包达人 莫不及待进行灾后第一次释彩作业 希望安全无余的鲍鱼 在九月能重出江湖 日本囚包新切实在是因为顶级鲍鱼 在亚洲市场有着越来越多舌尖上的需求 水涨船高下 600克的鲍鱼就得拿出30张台币的千元大钞 两个月来被国际视为非法鲍鱼转运战的香港 就迫迫多起从南非走私来的鲍鱼 每起市价都超过千万台币之谱 从此看出 韬客公认品质仅次于日本的南非鲍鱼 正在顺势崛起 也使得南非非法盗彩鲍鱼的问题 逐渐恶化并浮出台面 尤其由华人黑商与当地黑帮 联手组成的非法鲍鱼出口犯罪集团 每年黑市交易金额超过10亿美金 南非警署还特地成立特别小组 来打击这犯罪冤手 接获情报的远景 趁夜突袭 藏身名宅的家庭加工厂 当场来个人赃举货 由于当地人根本不会制作干包 通常都有华人掌舵 由于是工厂兼住家 现场除了数不清 死亡多时鲍鱼所散发出的刺鼻恶臭 卫生条件更是令人不敢领教 而原本必须在室外风干的鲍鱼 因为怕见光死 也在这个几乎密不透风的民宅里 进行最后的加工 以一名稻采潜水员来说 一个小时内大约能采100公斤 200颗鲍鱼左右 如果以当地黑市 一公斤将近1000台并来算 稻采潜水员的时薪 足足是一般渔民半年的薪水 铤而走险 鲜而易见 只不过他们绝非省油的灯 除非岸边部署的暗装 通报安全 否则倒采来的鲍鱼 都还得等到入夜后的第二道手续 入夜后 在站岗的布维亚引领下 由第二批潜水员负责取货 他们沿着DT人员 离去时所留下的暗号回到岸边 在穿上潜水衣之后 重返犯罪现场进行寻宝 而绑上荧光棒的鲍鱼 在初略去隔后 立刻成功被运上捷博车辆 扬长而去 就算警方闻风而至 立刻围起路障盘查 这些人早已接到消息 将稻采鲍鱼沿途丢包 警方就算抓到人也苦无对证 因为集团早已收买官员 警方要猫抓老鼠 得像电影无间盗般的 重重困难 尽管全球所食用的鲍鱼 八成来自人工养殖鲍鱼场 只不过养殖鲍鱼要长到 像手掌一样大 少则四年 长制八年 成本可观 对照不用钱的野生鲍鱼 杀头生意依旧有人会做 因此韬客们尽想鲍鱼美味 也得正视来源是否合法 否则也将成为 非法黑心鲍鱼交易 幕后的推手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